也不继续争吵 转身便选择离开 唯独留下一句狠话 早晚要将她从女主身体分离出来 绿茶细血地给了一个飞吻 表示很期待她的表现 实际上校草很清楚女主喜欢的是谁 但她却对此无能为力 另一边 男主已经从昏迷中醒来 实际上她早就恢复正常 但她却不敢跟大家说 这几天都故意装作傻子 她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跟在大家身边只会拖累他们 而且曾经还深深地伤害过女主 直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 于是便希望让自己慢慢成为宠人 然后再渐渐脱离大家 最终被他们遗忘掉 但有一件事令她难以放心 那就是绿茶的存在 她很肯定绿茶融入了女主身体 迟早有一天会彻底夺射女主 为了防止那一天的到来 她决定要彻底解决这个麻烦 突然 她感受到一股恐怖的气息起来 似乎有强大的捕食者正在靠近 与此同时 在外把守的士兵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只见一群有着三米大长腿的男人 吹着小喇叭阴险笑着朝他们走来 急忙通知众人快点上车逃离 女二开着车一路横冲直撞 却在一处弯道停了下来 望着前方阻挡的大长腿感染者 女二神情一遍有不好的预感 随着大长腿感染者吹起小喇叭 一旁灌木中冲冲一只巨大的铠甲蟋蟀 迈着矫健的步伐朝众人冲了过去 女二吓得急忙踩油门倒退 但速度却没有铠甲蟋蟀快 众人见状急忙上前开枪阻拦 子弹打在台甲蟋蟀上连防御都破不了 骑顶着枪铃弹雨俯冲而上 静止扑向正在开车的女二 这个男人趴在公交车顶上 透过洞口朝车内偷看 下一秒便被女人用枪打成筛子 他的同伴竟然敲锣打五环呼 快来爱提一个人带你进安全屋 避免被长腿感染者盯上 就在刚刚便一蟋蟀朝女二扑了过去 危机关头 校草八倍镜瞄准蟋蟀眼珠子 准确无误将其击碎 使得蟋蟀亮相跌倒 女二趁机驾驶车辆快速后退 一个经典飘移让车头90度掉转 所有人受到惯性朝一遍歪倒 突然女主真恐尖叫一声 一张巨大的变异脑袋站在窗前 武士单单看着女主 随后伸出贤猪手朝女主探取 吓得女主连连后退 唯恐沾到一点 校草见状连忙赶来帮忙 朝变异男开枪扫射 为了躲避子弹翻身躲到车顶 而不远处 另一个变异男跟随车子跑动 边跑边敲锣打鼓似乎在呼唤手 扰人的鼓声让女二逐渐暴躁 突然前方出现岔路 正当女二想要避开感染者的路线时 男主大喊一声朝感染者冲过去 另一边是设好的陷阱 所有人大吃一惊 男主居然已经恢复正常了 他和女二交换位置由他开车 此时车顶上的变异感染者 透过车顶的洞口偷看众人 女二趁气不被端起枪扫射 他那间便将其打成马蜂蜂 虽然解决了一只感染者 但还是不能摆脱困境 越来越多的变异蟋蟀 被敲锣打鼓的声音吸引而来 眼看即将被感染者追赶上时 其中一名士兵及时掏出手雷 顺着车窗抛至车辆后方 轰隆一声爆炸将几名感染者炸成粉碎 眼看即将甩脱感染者追击时 就在这时 男主突然惊讶看着前方 只见数量惊人的变异马蜂扑来 一头又一头撞向公交车 行驶的速度瞬间骤减 众人连忙开枪射击 试图将马蜂清扫干净 趁着车速减缓 一只感染者追了上来 跳进车内一口咬下士兵 死死咬住不放开 队友健壮将枪瞄准感染者 一颗花生子造出一碗豆腐脑 脖子被咬断的士兵显然活不成了 女二气氛的加大火力为士兵报仇 但蜂群数量太多 火力压根不足以对抗 眼看蜂群即将扑倒女二时 女主再度爆发霸王色霸气 恐怖的超声波向周围扩散 方圆百里的蜂群都受到影响 瑟瑟发抖不敢继续围攻众人 这个天牛虫女太惨了 落入手雷制作的陷阱 被炸得伤痕累累 好不容易逃脱后 又被公交车狠狠撞飞 还不带她开口骂街 又被众人急火扫射 差一点被打得稀巴烂 快来爱一个人带你进安全屋 躲避可怕的天牛虫女 就在刚刚 女主爆发霸王色霸气 将围攻的变异马峰震晕后 便浑身无力瘫软在地 显然超能力消耗太大 此时体内的绿茶忍不住嘲讽 想让女主让出身体控制权 不要不失好胆 就这些虾兵蟹将换做是她 一定能杀个片甲不留 女主有些无神望着前方 看着正在开车的男主背影 回想起先前为了救她 甘愿重伤也要保护她 连她都没有放弃 自己又怎么可能放弃 眼神一变 将蠢蠢欲动的绿茶之魂 强行压下 跑到男主身旁 让她朝重巢深处开 既然无法彻底消灭重巢 那就将他们的首领斩杀 光是逃跑无法解决问题 唯有迎男儿上将源头清除 才是唯一的选择 众人被女主突然果断地变化震惊了 就在这时 漆黑的夜晚好似升起一轮红日 遍布星辰的天空 刹那间亮如白昼 洲际导弹爆炸的冲击波 向方员百里领涨 众人惊恐望着那袭来的冲击波 有些慌乱 男主狠狠踩下游轮加速公交车 在冲击波即将抵达时 将车子开进隧道中躲避 天空中的虫巢在这一刻化为乌有 另一边 正在观察众人的母夜叉 看到洲际导弹毫无征兆爆发后 顿时猜测到桃花源有人叛变 当即上车赶往最近的指挥中心 同样被震惊到的还有虫巢指挥官 看着被消灭大半的虫巢有些愣神 爆发霸王色霸气尝试再次控制 却发现虫巢已经陷入混乱不听指挥 飞在半空中稀里哗啦不知所措 眼见无法再次控制虫巢 指挥官天流虫女放弃虫巢独自出发 顺着高速路一路追赶众人 很快便发现隧道中的公交车 上车查看一番发现没有人 狠狠嗅了一下车上的血腥味 顺着味道追入隧道内 没多久便看到躲在车后的众人 正当他为发现目标而兴奋 朝那个方向扑过去时 响当一声身体擦过几枚血腥